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谭耀男 欢迎收看今天的与众不同 这几天各位看到了 在上海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那么上海从3月28号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原来说是有效精准打击 后来说是浦东浦西 轮流一人一半 那么准备全域静态管理 到后来就形同封城 虽然没有讲封城这两个字 但是上海是2600万人普筛 而且是多次的普筛不准出门 那这个不是封城是什么呢 可是实际上大家虽然看到 现在一天大概上海确诊 大概3万多人 可是绝大多数都是无症状 那么或者是少数是轻症 有重症死亡的 以现在公布出来的数据 当然我们不知道 它的数据准确性 可是以数据看来是微乎其微 那么这个轻症的 那么无症状的比例 占9成以上 这个跟全世界各国 包括台湾在内的数据都相仿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的城市 量体最大的城市 也是面向国际 面向全世界的城市 为什么这个中国共产党 用这样的一个雷厉风行的方式 把整个城市封起来呢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了各种各样不幸 令人难过的事情 包括有人自杀 包括有人抢菜 包括出现了很多因为疾病 因为慢性病 而不能够医疗 不能够救治的一些死亡的案例 那么这些事情 透过各种不同的媒体 传播出来的时候 让大家看说 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维 怎么样的底气 那么它究竟是为了照顾人民的健康 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 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其他的政治的原因 跟政治的动机 才要在这样的上海 这么大面积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城市 做痊愈的这个封城的动作呢 其实大家仔细看一看 这个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 其实是习近平在疫情开始之初 亲自拍板定案的 当然疫情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变异 从当初原始的 到后来的Delta的 到现在的Omicron的 其实每一个时期 它的传播性 以及它的危害性 都不一样 现在的Omicron 是不是应该要当初原始的 这个武汉的病毒株 以及后来的Delta的方式 做有效的管理呢 其实全世界各地都在看 台湾其实过去这一波来 疫情控制得非常好 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台湾新模式 那么既不妨害 原来的相对的正常生活 那么大家也维持高度的警戒 那么虽然不是与病毒共存 但是也绝对不是一个清零政策 可是看起来中国在上海 显然不是这么做 中国太多的政治计算 太多的政治考虑 既然是习近平第一开始的时候 就拍板定案的清零政策 看起来今年二十大 即将在十一月举行 那么习近平是否连任 权力是否稳固 党内是否有人挑战 都取决于经济是否稳定 社会是否安定 包括疫情的控制是否得当 换句话说 在中共开完了 这个所谓的北京冬奥 以及开完了两会之后 那么接下来居然发生了 南方的这个广州 这个深圳 以及现在最大的城市上海 都出现了Omicron的疫情扩散 看起来这种雷厉风铃的铁管措施 不见得是在顾及国民的健康 或者不见得是用一个 纯粹公共卫生的角度 看起来很多的政治考虑 看起来其实真正的目的 还是在于 不让这个疫情的数字 变成了压倒 习近平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这种种看起来 这个上海的疫情的封城 怎么收场 接下来会怎么样演变 到底疫情的扩散 危害比较大 还是因为封城所产生 对于人的居住自由 还有人的迁徙自由 以及人权 还有很多疾病 需要得到救治 而不能救治 来的危害大呢 我想世人都睁开眼睛看 那么这些不满 这些怨对 这些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 这些意见 都会慢慢地 接下来成为侵蚀到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权力的基础 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在俄乌战争对中国经济发展 造成严重打击的同时 中国的强力封城 对经济的打击更胜于此 再接上全世界各地的通货膨胀 那么经济的下行 看起来2022年 在中国不仅是一个疫情年 也是一个经济年 更是一个政治年 那么接下来有很多的发展 有很多的变化 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是今天与众不同的内容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